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次演饭派和一个很突破的角色 自己拿到的剧本之后 有为这个角色写人物小转 写了他的前转中转后转 我写出去找他是一个孤儿 我会细緻地把他哪一天被遗弃 他的心理关系也是很想得到爱 因为这个角色他从小到大都缺外 他是一个很缺外很孤独 但富有战斗力的角色 我去做功课的过程中 虽然他是反派的 但我演的时候特别想为他发声 很想为他平反 为什么呢 其实他是一个很悲情的人物 想要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就是那个BB 因为BB是留住他自己的血液 是真正属于他的东西 但是无奈 他又要保住自己的位置 所以他硬要放弃了这个东西去堕胎 其实这个失去了BB 这个都是令到他的人生转折有很大的打击 去到他后面再刻化 拍这部电影 我觉得那个难的地方 就是你的情绪 你的心情一直处于一个非常黑暗 很低眼 因为对于我来说 林华薇本身是一个很开朗 很喜欢笑的人 但是呢 就因为拍这部电影 就是每一天就是 生日不近熟人都不近 总之回到家又是一个很疯狂的状态 包括我家人 大家都怕了我 就算公仁姐姐 他们都是感觉到的 我公仁姐姐有问过我 你是不是不喜欢我们 是不是做得不好 我说你不用理我 我是这样 到现在的电影播出 他们明白 我明白为什么你当时在这种状态 我说是 演员就是这样 因为我在家做功课 我要准备那些东西 甚至有时的衣服 是我自己私底下都会准备 他都会知道 好像吊戴一些内衣 是的 他不会特别去 我们互相都是对大家 是信任和支持 非常好 这个husband 非常好 例如另外做一幕 就说和郭峰做到一些很不尊重的老前辈 那些电影 那你又怎么去呢 首先我在这里真的要非常多谢风哥 他是很好的前辈和对手 我想说我和他有很多医院的一些气氛 如果没有风哥 我觉得邱惠云的呈现出来 一定不够现在这么有张力 其实我要打风哥 但剧本没有写 我要打风哥 但是我看完剧本之后 我和风哥商量 就是说 都是觉得需要过一把 一把挂上去 是的 都需要过一把 但是风哥呢 就是他说他都觉得需要 但是现场当然很多人会觉得 你也知道 我作为打人的人 其实压力是很大的 你打得好 打得不好 又要再离开 又不是那么好 会很大的顾虑 但是风哥就很好 女儿不用担心 你尽情打过来 我们一剃过 我们就结婚了 就算不是一剃过 都不要紧要再来过 这个是他给到很大的信心 和信任我 当然我们最后都是一剃过 例如我之前去接这个角色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都有一点担心 因为我没有演过犯牌 也知道有时观众会看得很投入 其实我那时候 我预认了被人骂的 但是我 想不到的是 就是观众看了前期的我 他们留言就说 崔慧云你何时刻化 你快点刻化 甚至有些人看完大结局 他们就说 你不要洗白了 我们继续希望你发天 你再天天我们都喜欢 我没有想过这个热度 是带到更加多额外的热度出来 就是观众很喜欢看《黑色月光》 很喜欢看《卓慧云》 然后又留意《卓慧云》 在电影里面的穿搭 然后衍生到大家喜欢看《林夏眉》穿搭 就是穿搭 希望可以看到《林夏眉》生活上她是怎样衬衫 她是怎样搭配 这件事又引伸到 刚好我自己又做了新的《培育传》品牌 我刚好在电影里面 《卓慧云》就是带着我自己的品牌 这件事就是 这个品牌都是 其实都是刚好的 你刚好有一个角色 他又需要千金峰去搭配鑽石 而我们的鑽石又可以带出高贵优雅 可以令到卓慧云又有适合的饰物可以带 因为我自己本身都喜欢漂亮的东西 又喜欢穿搭的东西 还有我们这个品牌 我想带出一个环保的理念 所以就有一个想法去做 包括她有些宠物 其实当时我拍《宠物》的屁股的时候 我已经在画 因为我自己很喜欢小动物 我自己家里有养几只狗 也很想说我和他们会有一些饰物 或者可以一起亲子装 所以我就说这是我演员和生意人的两个身份 其实是有些活动的 有些事情可以做到 譬如我看一部电影 那部电影是和鑽石有关的 我就引伸到 怎样可以去做到一件事 又有环保的理念 而大家又可以带到漂亮的东西 由之前一路筹备 去到现在实行了 12月就会开实体电影 选了什么地方 在K11 做生意那一面 你是怎样发掘出来的 做生意那一面 我想应该是家人发掘出来 其实我由在画剧团 或者是小时候 家人都会给很多关于经济方面的书去看 其实我没有太大特别的兴趣 因为我是对于戏剧比较有兴趣 但是我又觉得他们对我的影响有特别 他会说你看看 你喜欢演戏 那一段时间 那一段时间 为什么人家会把这件事 做成一个这么好的投资 做到现在这么成功 我觉得他们又说 通过我的兴趣 而引起一些关于生意上的启发 我觉得这件事是家人给我的启发 再加上我先生也是生意人 那我在他身上也学到很多不同的东西 我现在也是一个学习的阶段 我都很庆幸有他们在身边去帮我 去教我 那你由饮食业开始演戏 是吗? 是呀 有多少间店? 现在应该有十五间 那你先生会给你一些什么 做生意的感落 感浪啊? 就是刚才这样 其实我们两个互相的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是 亦施亦有 除了他是我先生之外 都是朋友的关系 都是拍档的关系 很多时候我在工作上 我都会问一下他的意见 你们的爱情故事一开始是怎么开始的? 怎样认识他? 没有什么特别开始的 家庭和朋友 是呀 因为大家都很忙 还有那段时间我一直拍戏 一直拍戏都没有什么特别的 机会去真正认识 其实都认识了很久 就是世交朋友 可能很年轻也认识 也不是很年轻 就是家里互相认识 但是就 又没有什么特别 只是 不过后面是多了时间 大家去接触 去相处 才发现 大家都有很多共通点 他都有很多值得我学习的东西 他最大优点 最吸引你 是什么? 思想 他是一个非常有头脑思想 和很孝顺 他那种细心 他不单止会对我 我父母 就算我身边的朋友 家人 就算我的助手 只要是我的朋友 身边是我的人 他会第一时间 对他们很关心 他们很关注 这是我觉得很难的 其实我不用拍剧 我还忙 因为我要飞来飞去 我有自己的生意 我还有家人 我也要照顾一下 其实真的没有停工 所以他们说 又没有停工 我很感恩 就是家人对我的包容很大 包括我父母 我先生 其实一开工 真的没什么时间 可以和他们相处 我现在尽量都是学习去平衡 我和我老公出去 我们都说 我们现在好像在旅行 但是我们在一起做事 我们一起飞 但是我们就是在做事 但是我们生意上的事 但是我们已经很珍惜每一次 是可以一起出去做事的 那个时光 就当是放假 遇工作于娱乐 两个都是这样 即工作狂 是的 两个是工作狂 我们除了是先生太太 然后亦师亦有 我们还在生意上的拍档 所以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是有些共同的事情 是可以一起做的 所以你们的拍档 是如何配合 那它是有很多其他的生意 那我是其中一些生意 那我们是分开生意的 那有时候我们某些生意 我们也会一起去做 互相 那生意的事情 我当然会听他的 因为他是前辈 我只是在一个学习的阶段 那有没有一些意见 冲突 争吵 那没有 我都很相信他 他也很相信我 那有没有时间做妈妈 其实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时间 很多人问了这个话题 我们都在想 其实我都说 除了拍戏之外 我都没有停过 那我自己又有很多BB 家里又有几只狗仔 那都是要花很多心机和爱 去照顾他们 那我自己的生意 那又来到鑽石又开 那其实都是我很多BB 我们也很难去抽时间 去做其他的事情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 那些设定好所有的事情 包括那时候他们说 为什么你上位 会突然去结婚的人 那些人就去 那么奇怪 又不见你拍拖 突然又结婚 其实我没有突然之间 我很自然 那你遇到一个适合的人 而大家又对 我觉得在对的时候 遇到对的人 这件事已经成立了 就可以去做了 我亦都不需要 和任何人去解释 和交代些什么 这是我的生活 我们开心就可以了 我家人开心就可以了 连那些同剧的同事 都觉得很惊讶 你拍完这部剧 就去了结婚吗 是啊 他们说 那你什么时候 好笑 秘书他们 安排我们的婚姻 然后就说 你什么时候有空 不如看看化妆师 他们什么时候 很自由 我觉得 这个东西 本身 大家都有共识去做 而我又不需要 和大家 因为这个婚礼是我们的 我不需要 呈现给别人看 去做一个婚礼 给别人看 我发现我不是一个 很喜欢经历 有什么话声给我们听 我很害怕惊吓 我变成惊吓 我觉得 没有特别 他们会说 你结婚的时候 是否要支持 要在台上说些话 千万不要 不想说完 我说 如果我抹到 我会说 我不是一个 怎么说呢 我为什么会喜欢 在戏剧世界里面 我懂得演 我懂得去什么 我不是很懂得通过说 我是用一个真诚的感觉去表达 而不是一个言语 有些时候有些情感 不是用言语可以表达 旧同学 陈晓很喜欢看剧 又喜欢看TV剧 又会很支持你看你的剧 他有没有对剧 有没有给你什么意见 有 因为我们两个 都很热爱演戏 我们都会经常去探讨 关于戏剧的东西 其实今次《黑色月光》拍的之前 我都有问过他一些意见 因为他有看很多电影 剧集 他也有分享一些片单给我 说你可以有时间去看一看 找一找个感觉 我刚刚跟他拍了 第一次合作 我跟他拍了《大生意人》 正式的一套清装的古装 我是演年轻版瓷器 对于我来说 都是一个新的尝试 和很大的突破 从来都没有演过正式的古装 今次我自己试了一个造型 原来我清装是这样的造型 令到我觉得又有新的尝试 我很开心是十几年后 我们终于合作了 以前反而在大学的时候 一起交功课 交得多了 虽然拿了时候 但那件事反而对我来说 是一个新的开始 你是更加要鞭策自己去做得更加好 其实我今次最重要的是 很感谢观众留言给我 我看得到很感动的是 有些人之前 未必每个人都会认可你 但他们今次留言给我 是给到很大的鼓励肯定 就是说我们之前没有特别留意到 你有些作品 但现在通过《黑色月光》 崔慧云 我们很喜欢你 我们看到你的努力 你的进步 你的成长 我觉得这件事 对于演员来说 才是最重要的 就是得到观众的认可 才是最重要的 拿了事后的奖项之后 你自己有没有那些患得患失的心理? 没有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的心态 一直都比较平均 我会觉得 我都是对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我从来都没有觉得 我自己拿了时候 你就去怎么怎么 一向你EQ算是很高的 我觉得算高的 是怎样训练出来的? 怎样训练出来 可能我从小都是一个 比较独立的性格 我16岁自己去北京去考中央气球员 自己去住地下室 自己去找工作 自己去跑组 提资料 就是说所有东西 我觉得 这件事对于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 我觉得演员是需要 经历的 因为其实那段时间 你去考大学 你要去短租是很贵的 我又觉得 我又不想去浪费那个钱 我又很想证明给家人看 因为他们不支持我去做这一行 我又很想证明给他们看 我是可以的 我可以做到 所以我是 我跟他们说 我考不了 我不会回来的 甚至于我对于自己的要求 是我在北京追巴士 我跟我自己说 是否你追不到那辆巴士 你又考不入 就是你要对自己的一种变责 这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 我是属于那种 报喜不报忧 包括其实 现在他们看回访访 才知道我那时候 地下室那些很辛苦的 我从来都不会说 因为我怕我说 他们更加不让我去 我觉得不需要和别人说 而我也不觉得这是很辛苦 我们班主任就说 你可以去尝试一下考或剧团 因为那时候不同 现在的想法 以前就想着 毕业之后 你会有个单位 掛个单位 即是有份工作 我有意外演戏 可以有个机会 让我经常演戏 那就来考 其实考入的那一刻 我觉得很戏剧化 因为我还记得一位地铁站出来 下着很大的雨 蹲在那里 在那里崩溃地大哭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之前 其实在北京一段时间 都存在了 都有拍过一些戏 都有些不错的机会 现在如果你突然间要放弃所有的东西 又回来香港 由零再开始 又没有朋友 又没有家人 又要重新再来过 那就很迷惘了 我的性格就是告诉自己 不要想了 你决定了 不要紧了 由头来过 就由头来过 所以我抹了眼泪 我就重新再来过 我也很感谢香港话剧团的很多同事 我的演员同事 导演 他们给到很大的框撞 因为其实一回来 我就要演一套叫2029追完1989的话剧 我是女主角 我不知道我是女主角 原来他们cast了一个是女主角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回来香港 你作为新人 他都可以给到一个这么好的机会 但只有一个月时间就要演了 那段时间我还没收拾广东话 因为会跳动 两边又要演普通话 又要广东话 要适应很多东西 我也很感谢话剧团的同事 这个是话剧团的导演 我们很朋友 他们经常说 这个臭妹 经常第二天回来眼都中 应该自己躲下 但我就不会表露给别人看 所以我不是无限 我有 只不过我不想 将负能量再分享给别人 我希望分开多些正能量 这个就是我的性格 你要想一下 你的性格 因为画剧团 很多监制 他们会去看香港画剧团的演出 他们就看到我的表演 所以才会说 你有没有兴趣入TVB 对于我来说 我当然是想尝试不同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机会 我也很想振兴每一次机会 所以就入了TVB 如果想约一个人唱谈 我想约五年后的自己 因为我经常都会和自己聊天 我自己以前有个习惯就是 可能习惯了整天自己一个人去不同的地方工作 生活 很多时候都要靠自己去很独立 去解决很多问题 我觉得这件事都是给自己一个 自己和自己说的最真实 自己最理解自己 自己经历的事情自己最清楚 所以我想和五年后的自己说 你都是继续追逐自己的梦想 和保持你的初心 加油 我想让我们하세요 。 为什么 打不兴 你打算 不要 都要 做